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在这时 Rocky突然被爬山虎拉走 而轻云也受了伤 轻云回到营地后告诉住人Rocky的死讯 Mia听后哭得很伤心 就在这时大家发现赵彤也不见了 于是三人就去爬山虎洞里寻找 而那个神秘男人也紧紧的跟着他们 三人进入洞里发现了赵彤 而赵彤看着空无一人的洞口 喊着自己女儿的名字 三人觉得很奇怪 赵彤像是着了魔士的走向洞口 等三人在拿手电筒看时 已经不见了赵彤的身影 三人进洞后听到了很多怪异的声音 正当在寻找赵彤的时候 三人在背后看见了赵彤的孩子 微微从墙上爬了过来 三人吓得连连后退 跑到另一边的时候 三人发现了后面追来的神秘人 轻云实际将其捉住 审问过后 神秘人答应带三人离开小岛 三人相信了他 然后神秘人把三人带到了藏有人捡的洞 Mia急于寻找死去的Rocky 不幸落入未知烧死 神秘人急忙推着轻云和KaiD就走 途中KaiD体力不支 清云将他扶到旁边休息 梦中看到了自己的妹妹 妹妹也向KaiD解释了自己和清云的关系 KaiD从梦中惊醒抱住了清云 跑完过程中 清云突然感觉身体不适 神秘人告诉清云 其实他是个魔人 只要魔人离开失魂岛就会死 清云不信 正要起来拼命 神秘人将KaiD作为人质 命令清云必须带自己离开 清云为了KaiD只好答应 三人找到了出口 神秘人命令清云推船下海 清云以推不动为由 让KaiD帮自己 等船档到海上 清云就让KaiD坐船先走 自己留下来对付神秘人 神秘人最后被魔化的清云杀死 最终由于清云是魔人的原因 离不开小岛 也只有KaiD离开了 好了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去搜搜看 我是涛哥 如果你有想看不敢看的电影 就私信告诉涛哥吧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电影 喜欢涛哥的就订阅我们吧 但一定要记得转发哦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